大家好,我们今天介绍一下CPU的主带极供电 我们前面一个视频介绍了CPU的深度水门带极供电 叫做VCC-DSW3-3 它来自于PP3V3S5 就是我们这个PP3V3S5给到它的VCC-DSW3-3引脚 同时也收到了我们EC发过来的DPAOK 这个是来自EC 那下一步CPU会发出SleepSaaS信号 去开启主带极供电压 也叫潜水门带极供电 这个信号发出去以后通常是给到了一个芯片 改个名字叫P3V3SaaS1N 也就开启潜水门带极供电 这个来到了U8.2年的ON这个引脚 这个芯片得到ON以后 它会将我们的深度水门带极供电VIN 转换成潜水门带极供电VOUT 外部名字叫PP3V3SaaS PP3V3SaaS就给到了我们的VCCSaaS3-3 这个潜水门带极供电脚 VCCSaaS3 它就是由PP3V3SaaS提供的 那么PP3V3SaaS正常以后呢 它去给到了我们一个芯片 叫U8130 PP3V3SaaS主带极供电正常以后 会给到这个芯片的检测脚 这个芯片呢 它是由深度水门带极供电提供供电 这个SNS叫Sense这个引脚 检测到PP3V3SaaS正常 它的检测法只是3.07V 也就是主要只要这个PP3V3SaaS电压超过3.07V 就认为主带极供电正常 然后开路输出RSMRST送给CPU 由外部上拉成3.3V 告诉CPU主带极供电正常 那么我们这个框图也画了 SleepSaaS出来以后 开启U8020将PP3V3S5转换成PP3V3SaaS去给VCCSaaS3提供供电 也就是主带极供电 然后呢U8130检测到PP3V3SaaS供电正常以后 产生RSMRST 那其中这里有一个叫做BAT-Low这么一个引脚 这个叫做电池电量低指示信号 这个信号呢 参与开机 如果这个信号为低电频 会导致不触发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待机条件之一 因此这个供电的话 在支持深度睡眠的时候呢 这个信号是由深度睡门待机供电 直接上拉为高电频 在不支持的时候呢 它是由主待机供电上拉为高电频 我们这个苹果的机器都是支持深度睡眠 按照标准时序 先有深度睡门待机供电第12部 然后再有第16部的浅睡门待机供电 然后得到这个RSMRST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